委員,各部位的所有同仁,媒體記者,大家早 還是請朱主委 請朱主委,被詢 朱主委,休息好了嗎? 我們大家,對我們學者的主委都特別的尊重 那你就放輕鬆啦,我們不會為難你的 朱主委,剛剛前面幾位我們的委員也都提到 美國牛肉,所以我有個問題想請教 我們的朱主委,我們的馬政府 在對於我們牛肉的開放 政策,是我們大家,國人大家 非常關心的問題,那現在我們的 朱農,大力的反彈,還有我們美國牛肉的開放 維持有很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是國科會 國科會底下這麼多的博士在做研究員 所以這個美國牛肉開放的問題,要闖光的問題 也不是現在,今年發生的 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們這麼多專家在研究當中 難道就沒有研究 像我們積溫,禽流感,瘦肉精 對我們人體健康有沒有危害 這種危險的評估上 都沒有做研究嗎?禽流感的研究有 那個瘦肉精的研究只有,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就是四篇文章,四個研究計畫都是快速測計 就是怎麼樣很快測出有沒有瘦肉精 我知道,你剛剛有講了,但是這個這麼久的時間 大家一直在爭議的問題,為什麼沒有深入去研究 我們國科會就不能主動嗎? 都要等報告上來的,您知道就好了,就放著了 研究只有寫報告而已嗎? 我跟委員報告,就像DEHP 它大概,有些事情大概就要事情發生了 大家覺得它很嚴重,才會有一個 這要大規模的 因為這需要牽涉到好多好多樣本 所以我們現在也立刻跟衛生署去講說 希望它要不要考慮把原來那個環境毒物的影響 加進瘦肉精這一塊 那要所需要的經費,我們一定從優去補助它 很多的食品有沒有毒,這就是要研究的 不能隨便一個消機會 上來講了,就造成人心惶惶,人民恐慌 那我們的政府又沒有有力的數據 讓人民安心、放心 所以國科會,研究專家博士這麼多 要化被動為主動去研究 而且,您剛剛說的 國民生活的幸福環境 這跟我們幸福息息相關啊 是不是?所以,主委 我們要主動啊,要執行下去 執行力要執行到底下去 不要是口號,不要只看報告 冷冰冰的數據,雖然大家不愛看 但是這個數據也是依據 讓國民可以放心的地方 好不好? 是 那接下來,大家也有講到產業問題 我的桃園縣的境內 對於科學園區、工業區 是全國第一的最多的 所以我很聽到很多產業界一直在講 我們國科會研究了很多的技術 都是鎖在保險箱 沒有下放主動的跟各產業來溝通協調 產學的合作沒有真的是徹底的 都是被動的 我一直強調 國科會花了我們這麼多錢 我在你的施政報告裡面看到了 就是285個機構學術研究 我們的研究計畫 兩萬零三千 三百一十一個一件 在經費上兩百多億 在我們的技術上 我相信 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研究 都是第一的 一定很多的技術 放在 我們的 國科會的保險箱 我知道 也很多的 國安的 考量之上 不能夠 帶太多的開放 但是在國安範圍之下 我們也應該讓我們的產業 能夠發揮 尤其是現在 歐債 國際上的競爭力 我們看到的 就是像 日本 韓國 政府都親自主動的 提供的技術上 讓我們 在我們 亞洲四小龍 你看看 退績到第幾位了 現在是第幾位 您知道嗎 不知道 哪一個指標去衡量 亞洲 我們的科技 四小龍 四小龍 如果就研究論文 我們 輸給新加坡贏韓國 就研究論文的 就前百分之三十 所以看哪一個指標去看 如果美人的專利數 我們是領先全球 所以我們還好了 還好 現在 我們要有國際的競爭力 我希望國科會 一直強調就是 博士很多 為什麼產業界 對於我們博士 不愛用 是不是我們這些科技 高科技 比較好的博士 都被國科會 所網羅了 所以 剩下的研究 研究的碩士 我們 產業界 發現 找不到更好的技術 去發展他們的產業 再跟我們的 國際世界上去 去競爭 所以 讓我們的 產學合作 腳步 要不要再加快一點 我們會往這邊去努力 我們會往這邊去努力 就是產學合作 原來可能只是 國科會學校和產業之間 那 如何將來 把國科會 學校和產業之間 希望 產業 都能夠用我們 培育 國家培育出來的 博士 生的人才 讓他們提升研發能量 這確實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是的 那 在接下來我們想到 提到前主委 我們的主委 有提到 博士的57K 您對這個看法有什麼意見嗎 我後來進入國會之後去了解 他們並沒有這個案子 不曉得報紙為什麼會出現 他的彈性薪資的方案 你了解嗎 我了解 彈性薪資不是57K 那是幾K 不是不是 57K是報紙上描述一個 國科會要補助企業用博士人才 是 的一個案子 那彈性薪資是 國科會講補助各個研究機構 聘用 延攬優秀人才的一個案子 是兩個不同的案子 是 也就是他的57 他的 就像我們很多大學生 畢業的時候 你們也是22K 齁 所以這樣子把它限定的話 叫做產業界 再聘用人才的 一個規範 一個走向 是很不正確的 對不對 報告委員 我們真的沒有57K這個案子 您要再去了解嗎 我 我真的 我們 中和處長 他是主管 好 來 報告委員 那個57K當時上一個會期 那個 主席在追尋 有關我們 這個博士 博士生道產業的部分 那 李主委有回答說 這個部分 我們有構想說 要把這個產業跟大學畢業 就是博士級的人員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橋樑 那所以當時就提出來這個構想 那但是因為 當時有 當時有問到說 我們博士後的那個薪資是從多少錢開始 我們是回答說 約 五萬七 那所以 但是 這個構想因為在當時 說出來之後 各方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現在也都 聽取各方的意見 所以 並沒有實際的一個方案在推動 這樣 所以現在不推動了 沒有 沒有在做 就是沒有在推動了 所以這樣子是很好的 不對的事情 就不要再繼續做 是 是 那 主委 在我的家鄉桃園 像 中科院 科技產業 在我們二月底的時候 我也跟我們的 我們的 陳院長 去參觀過我們的工廠 對綠能 的發展 都給我們產業的協助幫忙 也能夠讓他們的產值都能夠增加 這是很好的 所以 我希望很多的技術能夠下放下來 能夠主動來給我們產業來幫忙 您也說了 要對產業做產學的合作 在這邊 您的 您的 市政報告裡面 您有在98家的住園區 您也在 這98家住園區的 讓他們的營業額都達到了 一萬九千多億 這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們的競爭力 還是遠遠不如 你對這個看法 你說要創新 創新 講的實在有夠籠統 有沒有具體一下 你的創新 要怎麼樣來發展我們的產學合作 讓我們在國際上有競爭力 一個比較具體的方向就是 制裁權要讓它下放 方便的下放 那就是科技基本法的 這次修法的方向之一 以前蠻多的台灣研究學者做出來的智慧財產 他也許就發表了paper就算了 那也許智慧財產申請到專利之後 也不怎麼去使用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智慧財產能夠下放到產業界 這樣才能夠對產業界產生實質的幫助 是 所以我覺得很多大家都認為說 我們主委應該對我們現在的法律 要跟得上科技的腳步 才能夠避免我們台灣老是被人家批評 尤其是我們台灣研發的品質是一流的 那智慧的財產的保護 智慧產的保護是二流的 商業化是三流的 你知道這個話的意思嗎 了解 所以說拜託 我們對於我們有智慧開發出來的東西 要拿出來用 幫助我們國家社會的進步 但是商業的話 你也趕快做到好的處法的方案 來幫助我們的產業好不好 我們一定會努力 好 我們就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主委 好 謝謝 謝謝 好